大家好,歡迎來到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水哥在講 今天提一提,最新的五月會員片已經出了 想支持的話,可以在Patreon或Youtube加入會員,感謝大家 來到今次的影片,入正題前,想跟大家報一個最新消息 與其說是一個消息,不如說是笑話一質更好 就是,坦達在最新的賽前記招就說,萬治又再受傷 會決陣來對阿仙奴的比賽 又禮?又傷?究竟什麼事?今季傷了多少次? 剛剛上場才因為Buno缺陣,打回一次正選 而且又不是踢足全場,又傷? 找人查他好 在這裡我不是笑自己球隊的球員 亦不是質疑萬治為何又傷 這裡講的這質為何是笑話 是笑萬倫這麼大的球背 竟然可以控制傷患控制得那麼差,好像小孩玩泥沙 很多球員都一樣,傷完一輪後都透露出來 一轉頭又說再傷,究竟在玩什麼?大佬 不要以後跟我說,蠻不幸運 你說一個半球員就說,現在說的是 很多傷兵都出現這種情況 在短時間知道傷患不停重複的問題 看法就不像是偶然 而且真的有好大問題在裡面 對了,萬倫內部管理問題和運作 真是鬧極都是那麼差 表面看,球會好像很多粉絲賺錢 但實際內部真是千瘡百孔 好像講完了少少,立即進入正題 杜曹 對了,今次的影片想講杜曹 都存了好一段時間 而且近期越傳越熱 所以都想講講關於杜曹 可能會教萬倫這單新聞 萬倫現在的季後會否換領隊 好像一半一半 風向都趕了 原貴之前99%不會換 但原貴之後就大把變數 今晚捉獎杯決賽 會否決定坦德的命運 現在這個情況 我想大家都會好易想起 當年雲高二 他就是當時迎獎獎杯之後 都被萬倫炒了 而事後大家爆料 是說其實竹種杯決賽之前 萬倫的管理層已經決定要炒人 即是 就算竹種杯贏還是否贏 結果都是一樣 而留意一下 雲高爾當時聯賽獲66分 是排第五位 沒有歐聯帕就算贏了竹種杯 都要炒 看看現在 坦德的成績 其實就比當時雲高爾更差 現在目前排第八 只是累積得54分 甚至都有機會 最終英超排名 會後費Sir時期最差 可能會打破椰子被炒那年的第七名 那倒是 坦德的位 捏就一定捏 雖然他不斷出來說 自己是合適的人選 自己有同管理層準備下一季的買人 又做了訪問 我見有些朋友說 訪問都做得應該是背後有支持吧 但我自己又想 如果真的那麼穩陣 使出來說那麼多嗎 使出來不斷爭取支持 越是說得多 就越是此地無銀 代表他自己都知道不穩陣 還有對於一間球會的管理層來說 炒人情的最後一秒之前 都會先口說支持 今晚看回整個情況 我覺得坦德炒完不炒 機會真的有在一半半 始終今季真的對球走影得太厲害 以及他的戰術 今季真的大家看到 個個都罵 就不是一句話傷患太多 就可以推卸責任 現在目前看 傳聞中的接手人選 除了有杜曹之外 還有收夫妻 撲達 費力克等等 而今次 就想集中講到杜曹先 這裡看看杜曹現在的情況 他在拜仁教完今季就會走了 看回其實 他是去年3月才接手教 即是大約教了一年多一點就走 而好早大約今季的季中 是已經和拜仁雙方共同談好 教完今季就走人 之前有傳 拜仁在找新領隊遇上不少麻煩 想找的人都拒絕了 曾經有傳想吃回頭草 繼續給杜曹教 但杜曹也不是傻 找不到人接了才想去教 說真的本身雙方都沒有了彼此信任 才會決定季後換人 現在就算讓杜曹繼續教 都肯定不會有多大的支持 肯定不會有好結果 即是杜曹來要找工作 已經是一個事實 早前有記者問杜曹 關於重返英超執教的可能性 杜曹答說他不會直接說 但他之前好享受教車仔 亦好享受在英超執教 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 這個回答真是可圈可點 都聰明的是他 不回答之中 又回答了些東西出來 好簡單 現在英超前列的球隊 有哪支球隊是可能換稅 利物浦已經找了屎落 剩下的可能換的只有萬聯 即是杜曹說明好享受教英超 而現在英超前列 可能會請新領隊的只有萬聯 其實是開口牌 就算了 還有最近也有權威的傳媒報了 根據他們的消息 如果萬聯真的出現領隊空缺的話 杜曹就會非常有興趣接手 再者現在市場上 可以請的夠料的領隊 本身就不多 真是綜合回整個情況 真是 假如萬聯真的要炒坦 杜曹就會有相當可能 都夠資格接手的熱門人選之一 關於杜曹 有可能會是萬聯的下一任領隊 我都留意看看大家 萬聯對他有什麼想法 而好似 我見無論是我們自己本地 或者海外其他外國的萬聯 好像都對杜曹都是一般般 甚至都是偏領負面 簡單看看杜曹的教育經歷 他在德甲起家 帶過緬因才打到歐洲賽 而教多蒙特的時候 就去到德甲的亞軍 跟著分別教過巴黎 車仔 再到現在即將會來飲的拜仁 看回他教球拿過的冠軍 包括德甲和法甲的聯賽冠軍 還有帶多蒙特贏得國盃 而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帶車仔贏歐聯 看回整個package 帶的強隊經歷不少 亦都有聯賽冠軍 還有當然有歐聯的冠軍加持 排面上看 的確足夠資格 不過有一點 我想大家都知道 杜曹帶的幾支強隊 都是帶得不長 甚至兩年時間都不夠 年多就會跟管理層出問題而離任 我自己查記錄 杜曹其實在多蒙特 巴黎和車仔 都被管理層說過 是一個不容易相處的人 另外還有跟球員有衝突 之前都有發生過 看來 杜曹是一個比較強硬的領隊 無論是跟球員也好 跟管理層也好 看回近年的紀錄 都出了不少問題 這點對曼聯來說 都可能潛賽都會幾麻煩 大家都知道 曼聯球員有幾大支野 就不用說了 坦達其實來了兩年都是強硬的 幸好暫時之前還算有管理層的支持 但跟球員的問題還是有多了少許發生 除了新組之外 還有福哥練球前夜蒲 還有加拿組LIKE一些批評坦達的鋪等等 曼聯球員 一直都會有很多麻煩 如果換了做杜曹的話 一個看來人際相處手握 可能比坦達甚至更強硬的領隊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像我已經預視到這個結果就不會太好 跟著 除了講個性之外 都可以講下杜曹的教波戰術 這裡帶回頭盔 因為我不會說無故之前 特別研究杜曹的戰術 所以這裡關於杜曹教波 如果大家有更多更好 更仔細的看法的話 歡迎大家指教一下我 我看回資料 杜曹也是一個比較著重細緻的領隊 不過問心去到這個頂層level的教頭 有誰不注重細節呢? 坦達都注重的 記得兩年前做坦達的專輯介紹的時候 都有講到 說回杜曹 據一些網上傳媒的文章分享 他教波也有很多創意的想法 例如 據說他隊內訓練的時候 會叫防守球員拿著網球來練球 因為會訓練防守球員減少不必要 可能會被人吹12碼的手部動作 所以用這招來做訓練 而另外 還有據說杜曹都幾喜歡 會引入一些其他運動的訓練方式 進去足球訓練 例如 自由波棋的訓練 我想有可能是用來教搶球的時候 欠位的步伐 看來杜曹一定是 在領隊方面無可否認 他是有他的能力 這樣其實都不用怎樣質疑 他教球的資格 而陣型方面 我看杜曹教車仔的時候 用的就是3421的基礎 是用三後衛 會由兩邊的翼衛 列斯詹斯和哲維爾去驅動進攻 不過再看他在多蒙特和巴黎時期 用的是四後衛的陣式 看來杜曹在戰術配置上 都是多變的 就不是用死一套 看看吧 三後衛應該不太適合萬聯玩的 這套就是翼衛很強玩兩邊才行 還有現在原有的戰術和人腳就差太遠了 但杜曹剛才也有說 就不是用死一套 所以對於杜曹的教球能力 我也是那句 他是有資格教萬聯的 而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他的性格 他和球員以至管理層之間的關係 這個或者可能是 更加容易出問題 更令大家擔心的地方 以上只是一個初步的分析 講講杜曹可能會教萬聯 可能會出現的一些情況 其實現在受話可能只剩一兩撇 以上都是初步的簡單 講到我的看法 萬聯現在是否要炒坦克 又或者炒鏡華會請誰呢 很多東西都還是很大變數 什麼都說不完 其實再推回前一步說 其實我覺得 萬聯的問題就是根深剃固 就不是一句話換領隊就可以解決了 是的我都知道 大家看到萬聯現在這麼頂 好想有改變 而最簡單又最容易的就是 希望換個領隊就可以有改變 但是 廢除之後 換了這麼多個 現在的情況 一樣都是這麼困難 今天真的不是說換個領隊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我最近有看一篇外國的文章 就覺得說得不錯 就是說萬聯的滿任新領隊 一開始都會引入這些新的想法 一開始都有個好開始 但慢慢 就會被整間球會固有模式吞小 變成一個又一個失敗 所以 換還是不換 其實我個人就覺得 不是萬聯現在解決問題的方式 現在要的是 由上至下 一個徹底改頭換面的過程 相信不會是一個短時間 至於炒還是不炒坦克 我自己就沒有個人的傾向 或者這個問題 留下大家在留言區答 好了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留言和SHARE 還有支持我的話 可以加上Patreon 或者Youtube的會員 多謝大家支持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